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绝伦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些动态 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影响 以及一位前美国外交官 因为为古巴间谍活动而被判刑的故事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 也展现了深层次的挑战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一些更加轻松的话题 威尔士足球队雷克瑟罗在演员瑞登 雷诺兹和罗伯迈克艾尔汉尼的带领下 迎来了他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确保了他们升入英格兰足球的第三集点 而在土耳其一场缆车事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辆缆车与断裂的柱子相撞 导致一人死亡十七人受伤 这些故事不仅引人入胜 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预测系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关系 似乎正在慢慢解冻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斯蒂芬·怀廷表示 中国在过去六个月内两次主动联系美国 讨论有关太空安全的问题 这一罕见的合作举动表明 两大国之间在太空安全领域的沟通 正在逐步增加 这些新闻不仅展示了国际政治 体育赛事和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在不同领域内的喜悲与进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和深入的分析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各国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戏剧性和复杂性 从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到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影响 再到美国前外交官因为为古巴间谍活动而被判刑 这些事件揭示了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和深层次的挑战 《华盛队邮报》报道 美国一些进步派立法者正呼吁拜登总统暂停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以此作为迫使加沙地带变革的手段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使其成为美国最大的军事援助接收国 自2020年10月以来 拜登政府已经授权了100多项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 如果拜登决定暂停援助 他不需要新的立法就可以这样做 已经有法律可以用来限制或条件化安全援助 例如外援法第620埃条规定 禁止向限制或以其他方式阻碍美国人道主义援助运输 或交付的国家提供援助 必吸法则则提供了另一种利用安全援助作为杠杆的手段 要求五角大楼限制对被认为犯有严重人权侵犯的外国安全单位的援助 另一边日经亚洲报道 从印尼到日本 美元的增强引起了全球的警钟 西清经济体正在采取措施保卫自己的货币免受美元强势的影响 担心这将导致再次爆发通货膨胀和对增长的下行压力 G20国家的货币相对与美元都在贬值 包括日元下跌8%和韩国元下跌5% 美元之所以强势主要是因为美联储降息预期的减弱 美元强势的负面影响预计将是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在另一席引人注目的案件中 半岛电视台报道 前美国外交官维克多曼努埃尔罗查应承认担任古巴的代理人而被判处15年监禁 美国检察官指控罗查支持古巴共产党 并协助该国对美国进行情报收集长达40多年 罗查于2023年12月被逮捕 被指控自1981年起至少从事古巴的秘密活动 他被发现与古巴情报人员会面 并向美国官员提供虚假信息 罗查与哈瓦娜的合作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揭露 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紧张已超过60年 尽管前总统奥巴马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关系 但前总统特朗普撤销了许多这些措施 当前总统乔·戴登已经解除了一些特朗普时代对古巴的制裁 这些事件展示了国际政治场景的多维性 从军事援助的政策辩论 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动态 再到间谍活动的后果 都是国与国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部分 他们不仅对涉及的国家有深远影响 也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在一个充满激情和突破的时刻 威尔士足球队雷克瑟姆·莱克瑟姆 迎来了他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由演员瑞恩·雷诺兹、 莱安·雷诺兹、罗伯、 迈克·埃尔汗尼、罗伯·梅卡瑟姆共同有的这支队伍 在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比赛中 以6-0大胜森林绿人队 从而确保了他们升入英格兰足球的第三级别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胜利 更是一场节日 球迷们不顾俱乐部的警告纷纷冲入场内 与球员们一同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 这支球队在2021年被雷诺兹和迈克·埃尔汗尼 以250万美元买下后 现在已经连续两次获得晋级 证明了他们的投资是多么的有远见和成功 然而在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利亚省 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 让人们的心情沉住下来 一样缆车与一根断裂的柱子相撞 导致一人死亡 17人受伤 17人受伤 这辆缆车原本是将游客从科尼亚尔地海滩康尼奥来提 逼冲到图内科特佩峰 冲天TP挺部的一家餐厅和观景台 事故发生后 救援队伍经过24小时的不懈努力 终于将被困在半空中的人们全部救下 目前当局已经启动了调查 并对13人发出了拘留令 希望能够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并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关系 似乎也在慢慢解冻之中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太空司令布斯蒂芬怀廷期定 斯蒂芬歪廷表示 中国在过去六个月内两次主动联系美国 讨论有关太空安全的问题 这一罕见的合作举动表明 两大国之间在太空安全领域的沟通正在逐步增加 怀廷还提到美国经常与中国分享有关轨道碰撞的潜在数据 尽管北京方面并不总是给予回应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 国际间在轨道数据方面的合作对于防止碰撞至关重要 希望能够与中国建立一条并期分享安全数据的通道 这三个故事从足球场的胜利欢庆 到奶车事故的悲痛 再到国际太空安全的合作 展现了人类社会在不同领域内的喜悲与进退 无论是在体育赛事中追求荣耀 还是在灾难面前寻求生存 亦或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与和平 这些故事都体现了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 和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 在华正对邮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总统乔拜登试图描绘经济和疫情恢复的乐观图景 但却因为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而受到阻碍 尽管就业持续增长失业率保持低位 但拜登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却是负面的 而且差距显著 选民们将日常物品价格上涨 如食品汽油和住房作为他们不满的来源 举个例子鸡蛋的价格从2020年的每打二 9美元上涨到今天的2.99美元 而从2019年到2023年 食品价格上涨了25% 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减少处方药成本和垃圾费用的政策来缓解压力 但这些尝试要么无疾而终 要么受到批评 然而拜登解决通货膨胀的能力影现 90%的控制权在于美联储 美联储在近期内不太可能降低利率 在电讯报的报道中 美国副总统塔玛拉哈里斯指责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是亚利桑那州恢复严厉堕胎禁令的幕后推手 并将其描述为美国升职健康危机的建筑师 指责他对全国进行了误导 哈里斯访问了图森市 这是该州第二大城市 拥有大量学生人口 他们将时间倒流到了19世纪 剥夺了女性最基本的权力 美国副总统在图森对主要是女性的听众说 哈里斯希望确保人们知道他认为谁应该对此负责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做到了这一点 本周亚利桑那州的最高法院维持了一项1864年的法律 为该国最极端的堕胎禁令之一铺平了道路 这是各州在美国最高欧法院出人意料的撤销 其1973年以罗伊素维德案确立的全国堕胎权后采取限制措施的浪潮的一部分 在《独立报》的报道中 谈到谢菲尔德联队在英超联赛中对布伦特福德的2-0失利 该队主教练克里斯华尔德表示 运气再次背叛了他们 这场失利是他们本赛季的第22次 使得谢菲尔德联队在保级方面落后10分 该俱乐部最近还得知他们在降级后将被扣除2分 布伦特福德的主教练托马斯弗兰克表示 他对这场胜利感到高兴和松了一口气 这是球队在10场比赛后的首次胜利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当前社会 经济和体育界的一些关键议题 无论是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问题 政治领域中的堕胎拳争议 还是体育赛场上的竞技挑战 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点 这些报道不仅提供了对这些议题深入的分析 还通过具体的例子和故事 使读者能够更直观的理解这些复杂问题的多个方面 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 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明条都能引起广泛的讨论 最近从加拿大的地方政治到美国的国家级选举 我们见证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发展 首先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约翰·威利斯顿 一位瑞克进步保守党做志愿者的工作者 因为领导层评估的失败努力而辞职 威利斯顿在一封充满批评的信中指出 该党已经失去了长久以来坚持的原则 并且在开放性和可访问性方面存在缺失 他一直是对现任领导布莱恩 希格斯和党在他领导下的方向 特别是关于省内学校进取下 和性别身份政策的变化 以及关于毒品治疗的提议 立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士 威利斯顿的行动和言论 展示了政治圈内的不满和对改变的渴望 转向美国根据 雅虎美国的报道 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总统统正在缩小与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差距 根据纽约时报西耶纳学院的一项调查 假设2020年选举的重演 特朗普以一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于拜登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6% 而拜登的支持率为45% 当包括第三方候选人时 拜登的支持率下降到40% 特朗普加降到42% 这项调查还发现 特朗普在男性选民中更受欢迎 而拜登则在女性选民中更受欢迎 特朗普最大的支持者年龄组 是49至64岁的选民 而拜登则在65岁级以上的受访者中最受欢迎 拜登在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有色人种中受到青睐 而特朗普仍然在独立选民中受欢迎 进一步报道指出 最近有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进行的民调显示 拜登总统统正在缩小特朗普早进民调优势 虽然特朗普在二月份时领先拜登四个百分点 但现在两位候选人几乎打成平手 特朗普在可能的选民中以47%的支持率领先 拜登则以46%的支持率紧随其后 拜登在支持率上的提高很可能表明民主党基础的巩固 有90%的他在2020年的选民表示他们会再次选取他 相比之下二月份为85% 然而特朗普失去了3%的2020年支持者 从97%下降到94% 尽管如此两位候选人在选民中的普遍不受欢迎程度依然存在 拜登的禁支持率紧上升了一点 达到42% 而特朗普保持在44% 这些报道反映了政治领域中的动态变化和不断变化的选民情绪 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美国 政治人物和他们的政党都面临着来自基层的压力 以及在禁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挑战 这些发展不仅对政治人物和党派具有深远的影响 也对选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声音和选择将决定未来的政治格局 在一个紧张又充满期待的足球周末 Bourne Mew行战曼联的比赛无疑是焦点之一 根据Telegraph报道 Bourne Mew在对阵卢顿的比赛中遭遇败击后 进行了三处人员调整 Marco Sanacito的位调整 Luis Nesra取代了Lloyd Kelly 以及受伤的Anton Zemaneo和Marcus Devernier 与此同时 曼联教练Eric Tenta在这场英超比赛中 没有对阵容进行任何调整 红魔队目前正遭受伤病困扰 Rafael Alvarez和Johnny Evans次七夕 而在另一场比赛中 The Independent提到了前狼队球员 Morgan Gibbs Wye才为诺丁汉森林队出战时 对助他的老东家狼队球迷进行了挑战 Dips Wye在比赛中攻入一球并助攻一球 但是狼队的Marcus Kana没开二度 使得森林队无法全取三分 这场二到二的平局对于森林队的英超保级之路 帮助不大 他们只比降级区高出一分 森林队的保级命运可能会在他们接下来的客场比赛中决定 他们将面对 对埃福顿 西菲莲和博恩利 而主场则要迎战曼城和切尔西 Yahoo US也对Burnemius 郑曼联的比赛进行了报道 这场比赛在维特利体育场举行 Burnemius希望在输给卢顿后重返胜利之路 如果他们能够击败曼联 并且其他结果对他们有利的话 经理安都尼罗拉的球队有可能进入前十名 另一方面 曼联则在争夺前四名的位置 他们希望保持参加下赛季欧冠的希望 但目前他们落后第四名的热刺十一分 这些比赛不仅关乎球队的荣誉和成绩 更是一场场关于梦想 奋斗和希望的故事 每一次的人员调整 每一个进球和助攻都可能改变赛季的走向 无论是Burnemius对阵曼联的英超大展 还是诺丁汉森林与狼队的激烈对决 这些比赛都让球迷们的情绪随之起伏 展现了足球运动无穷的魅力和不可预测性 球队们在争夺每一分的同时 也在为了自己的梦想 球迷的期待和城市的荣耀而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多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大微费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薪管 内容企图 做 证明